美国国务卿第2三星期五说 美国不会排除对朝鲜未来侵略 做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 众议院资深议员透露 美国国防部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 展开新的调查 美国国会周五通过了一项 维持一周的持续决议 避免政府关闭 同时继续商讨 维持到本财年9月的长期预算 中国时间4月29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 下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表示 为了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安全 必须保留通过军事手段 解决朝核危机的可能 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新的措施 对朝鲜施压 以促其放弃核岛项目 但是他指出 外交和财政压力 必须由决心反制朝鲜挑衅的 军事行动作为后盾 而在另一方面 中国外长王毅提出 必须坚持和平解决 朝核问题 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乱 他提出朝鲜和美国 双暂停的倡议 也就是朝鲜停止核岛项目 美国停止跟韩国的军事演习 他认为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 是唯一的选项 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首尔 为夏德反导弹防御系统 支付10亿美元 韩国政府迅速表示拒绝 韩国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 韩国和美国政府立场没有改变 那就是韩国政府提供土地和支持设施 美国负担萨德系统的部署 运行和维护的费用 去年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 和韩国朴槿惠政府 同意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系统 朴槿惠声言部署萨德 不需要韩国支付额外的费用 从而回避了由他寻求 韩国国会批准的要求 但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 他希望韩国为萨德系统买单 美国国务院一位前官员估计 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 费用大约为12亿美元 但表示美国并不是想把萨德 出售给首尔 川普在白宫土岩星办公室 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 他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危机 可能会通过新的经济制裁的途径 但是他又说 到头来我们也可能会跟朝鲜 有一场大冲突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资深民主党籍议员 星期四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的 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面临五角大楼新的调查 下面是美国之音处 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迈克尔弗林是在担任 国家安全顾问24天之后 被川普解聘的 但是他与外国政府的关系 仍然让国会深感不安 老实说我不理解白宫为什么要为弗林打掩护 卡明斯透露 弗林正面临国防部对他进入白宫之前 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接触展开调查 新公开的文件显示 国防部曾经警告弗林 不要在未经事先许可的情况下 接受外国的支付款 这与弗林律师的说法相反 律师之前表示 弗林2015年去莫斯科 是得到了有关部门准许的 弗林那次在莫斯科 曾经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块就餐 白宫拒绝了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本周早些时候 索要有关弗林在白宫工作记录的要求 参加调查的共和党资深议员 对此表示关注 我没有看到能够支持弗林将军 守法的资料 但是白宫反驳了有关不给予合作的说法 白宫表示 对弗林进行的背景调查 并不是川普政府的责任 所有的背景调查 都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做的 显然他去莫斯科的事情 奥巴马政府是知道的 斯派塞对记者说 这个调查是恰当的 他还提醒记者说 川普解雇了弗林 总统在适当的时间 做出了适当的决定 但是这并不可能阻止 国会民主党人 要求特别检察官介入调查 这个事情极为严重 它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司法部长或者司法部副部长 都向美国总统汇报 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进行这个调查 国会议员发誓 要为获得更多的材料而努力 我们将对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进行跟踪 最后的决定要陆军来做 现在共和党监督委员会要知道陆军对弗林是否违法 是如何判定的 吉普森 美国之音 国会山采访报道 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美中两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向 似乎南辕北辙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表示 为了捍卫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核危机的选项 必须留在桌面上 但中国外长王毅则提出 必须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乱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请他来向我们介绍有关信息 方斌你好 方斌 今天联合国安理会上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外长王毅 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 有什么共同点和分歧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如果说共同点的话 那么美中双方都是同意通过制裁 来迫使朝鲜放弃它的核岛项目的 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说中国一直坚持说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唯一的选项 那么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 今天也说美国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 那么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同点 但是从具体的策略来看 可以说是双方的方案是南辕北辙 那么可以说这个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今天在安理会的特别部长会议上 他的发言在阐述美国的立场的时候 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 蒂勒森说过去20年来 这个安理会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20年 这个安理会呢 对朝鲜有七个决议 但是呢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期待 这个在这个七个制裁决议的框架里面 来让朝鲜改变它的挑衅行为 我们知道去年呢 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24次的核岛试射 那么今年还有更多的核岛试射 每一次的试验和试射 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那么第二点呢 蒂勒森说 现在呢 这个朝核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紧迫的 这样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说朝鲜 他这个对拥有这个不断疯狂的进行这个核试的这个努力 来达到他加强他的核能力 那么这种情况呢 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威胁到了美国这个邻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第三点呢 蒂勒森提出了三项行动 从今天开始就实行 第一呢 他呼吁联合国的所有全国都严格的履行 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所有的决议所制定出来的 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第二呢 他呼吁所有国家呢 这个要终止或者是降低对朝鲜的外交关系 他说根据朝鲜现在的这种行为 在保持同他的正常的外交关系呢 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点呢 这个要在经济上进一步的孤立朝鲜 这个要对这个朝鲜那些 这个支持核岛项目的实体和个人 实行新的制裁 那么特别就是他提到呢 要这个终止对朝鲜的劳务输出 要禁止对朝鲜的出口 这个就对朝鲜出口这个煤 那么这个在蒂勒森同时他也说了 就是我前面提到了 美国更愿意通过这个谈判呢 来解决 但是他提出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朝鲜必须首先 要这个解除他所有的这些核岛的 这个项目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这个停止几个月或者几年 然后转过头来又进行这个 对国际社会进行邀想 那么中国国家 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呢 今天他阐述这个中国的这个 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立场 他的这个立场呢 可以说呢简单概括就是 必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 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选项 那么具体来说呢 他提出了两个暂停的倡议 所谓两暂停倡议 一方面呢就是朝鲜暂停这个核岛项目 另一方面呢 美国和韩国停止这个军演 那么当别人问到说 这个朝鲜是不是接受 中国提出的这个双暂停的这个倡议啊 那个王毅外长呢就回答说 朝鲜并没有明确的说不同意 只是说美国还没有同意啊 那么在安理会的这个会议上 中国外长呢 很有这个把中国置身世外 充当裁判的这么一种姿态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不是直接的矛盾方 中国也不握有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钥匙 但是美国国庆蒂勒森却说 朝鲜90%的这个贸易是跟中国做的 中国呢是对朝鲜握有独一无二的 这个经济杠杆力量的国家 那么另外呢 这个王毅外长在发言中呢 还强烈的这个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 这个萨德的这个反导弹的系统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 蒂勒森国务卿在发言的时候也说了 说美中双方呢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呢 已经进行了有成果的会谈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 就是四月初在佛州的 这个这个川普的方元 这个川习会 把这个朝核的危机呢 是作为他们这次 外界一般认为是他们这个 这次会晤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议题 那么如果是真是就是双方是在 这个朝核问题上达到了某种共识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 现在一方面 一个在扮红脸 一个在扮这个白脸 这个软硬兼尸来迫使朝鲜就范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 还有待我们观察 主播 好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五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朝鲜威胁的高级别会议之前 美国国务情蒂勒森星期四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 新闻节目专访的时候说 中国已经警告朝鲜说 如果他们再进行核实验 中国就要进行制裁 蒂勒森说明美国对朝鲜的战略 包括寻求中国帮助 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压 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慎重的策略 我们正处于执行的早期阶段 这是一个涉及到对平壤政权 施加巨大压力的战略 也要求中国在我们如何处理 这个威胁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蒂勒森还说 除了对美国和太平洋地区 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以外 朝鲜正在成为中国 所面临的一个威胁 如果想让我们愿意跟朝鲜方面谈判 朝鲜政权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们问了很多中国人 我以为过去的假设是 中国只会采取有限的行动 我们要测试这个假设 我们将测试他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严重的威胁 这不仅是对该地区和我们的一个威胁 而且正在成为中国自身 所面临的一个威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朝鲜半岛核问题部长级会议前 对媒体表示 目前半岛局势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但无论什么情况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将坚持两个基本方针 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建于朝鲜最近不断加快核岛开发 中方赞成国际社会 加大防扩散的力度 建于半岛形势不断地轮番升级 中方同时主张 也要加大促和谈力度 防扩散和促和谈 两个方面都要加强 通过双加强来推动半岛核问题 尽早走上 和平谈判的道理 蒂勒森说 中国还告诉美国 他们已经通知朝鲜说 如果他们再进行核实验 中国就会自行采取制裁行动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看来 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希望他们愿意 我们相信 要想改变朝鲜政权 对未来谈判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一贯呼吁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 但表示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实施单方面制裁 中国一月份宣布 今年不再从朝鲜进口煤炭 中国是在安理会通过限制平壤煤炭出口的决议之后 才这样做的 川普政府宣布 为阻止朝鲜对该地区的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威胁 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 其中包括实施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的川普政府这个星期表明 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外交努力 还需要均力做后盾 但是对朝鲜采取军事选项是否真的可行 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今天来到演播室 和我们探讨这一紧迫的话题 李宝你好 你好 平常 李宝我们注意到川普政府现在对于朝鲜问题的措辞 是不断地在强硬 那么朝这个在短期之内 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平常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朝核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多很多年 而且说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 这个说法也说了很多年 那么此时此刻在这个时间点上 到底会不会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 那么我们不想在这里渲染战争 或者是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想各位看一看 听一听我下面说的这几个因素 看完您自己来做出一个结论 那么首先就是说 刚才方斌记者在这个节目中也说到了 就是朝鲜最近几个月 还有一两年当中 就是导弹 核导弹 包括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这个试射的频率 非常的高 第二个因素就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呢 似乎摆出了这个要决心解决朝鲜问题的这样一个决心 那么官员们说战略忍耐已经结束 第三个就是说平常也不让步 平常怎么说呢 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接近朝鲜半岛的话 我们要把它击沉 这都是最近说的话 还有就是在美国时间昨天星期四川普总统本人说什么呢 他在接受路德社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说 朝鲜半岛发生重大战事的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他说 那么最后我们讲 听听这个美国美军台北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 他星期三跟星期四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的一些话 也非常令人难人许位 包括他说的就是说朝鲜战争发生 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种危机呢 比以往他一生当中任何时候都要大 那么他跟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呢 有一段对话 一问一答 两个人一问一答 非常耐人许位 我想让大家来听听他们两个怎么说的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 格雷厄姆参议员直接问美国并没有任何进攻朝鲜的意图 这个说法对吗 哈里斯上将说这个说法不对 因为总统已经说过了 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当中 没错 那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还说过另外一句话 就是如果美国一旦要进入战争就必须要赢 所以如果朝鲜半岛真的是爆发了这种军事冲突的话 美国的迎面有多大 或者说战争会带来的结果和影响是什么 这个迎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 如果是打持久战的话 可能美国会有麻烦 我解释一下 美军有这么一句口号 在这个整个太平洋地区 特别是在韩国朝鲜半岛上 今晚战斗 就是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所以呢跟美国跟这个他的盟国韩国 不断的去军演一年非常多的次 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演习 为的就是 是不是到了有一天如果要打仗的话 我要必须做好今晚开战的准备 今晚战斗的准备 不管是别人打我还是我要 有人命令我要先发制人 对 那美国先发制人的话 它有什么办法呢 它可以先打击 因为美国有非常精准的这个武器 可以制导去打到 这个朝鲜的核设施 还有它的导弹设施 另外呢 还有部署在这个朝韩边境的 可能是数以千计的这个火炮 如果将这些能够先发制人的 去击毁的话 那么朝鲜能够反击的力量是非常弱的 但是如果朝鲜先发制人怎么办 朝鲜先发制人 刚刚我提到就是在这个朝河 朝韩边境上有可能有数千个这个火炮 如果这些火炮万炮齐发的话呢 这个韩国是挡不住的 那帕里斯上街也说我们现在没有武器 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阻挡他们 但是他没有说出的一个就是说 如果在朝鲜开炮之前 如果能够先发制人 如果观察到 侦测到他 准备要发射的话 发射这些炮火的话 那么先将这些炮火 这些火炮毁灭的话 那么朝鲜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不管是谁先发制人 总来说呢 大家呢 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就是朝鲜会 一定会败 美国一定会赢 但是那个赢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持久的战争的话 美国的美军将领也说了 如果打持久战 我们的后续力量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呢 他的理由是说 美国近些年来 这个军费啊 一直不稳定 而且不断在下降 所以呢 这个持续作战的能力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战争的选项 终归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 那么从美国的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要避免朝 这个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话 中国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哈里斯上街说了这句话 非常的有意思 他说和平时期 中国做主 战争时期 美国来说话 也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开战 对不对 中国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中 听到很多很多 这个美国要求 中国这个发挥作用的说法 但是中国的反应是什么 要和平 但是他之前 那种和平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这种框架下面 平壤不断地去发展 核武器和这个弹道导弹技术 所以这样的继续下去 是不行的 中国大概是不能够 被允许继续这么做 那么但是川普总统 现在把宝压在习近平主席身上 认为习主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会做出很好的选择 但是美国的军方怀疑这个说法 这两天美国的高级将领 四星级的上将 都在国会 还有在美国的华盛顿的智库里面说 中国其实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朝鲜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 中国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甚至跟韩国的朝鲜的责任一样大 所以而且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不愿意 在中国自己的边境上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什么局面 一个以这个首尔为核心的 一个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韩国 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盟国 摆在这个就放在中国的中国边境上 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中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去帮助美国 去解决朝鲜问题 是这样的说法 美国巨方的说法 好的 谢谢李宝 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和介绍 谢谢你店长 好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 在川普总统面临美国各界 对他上任100天政绩评估的同时 国会两党面对就政府预算 达成协议的紧迫问题 国会周五通过另一项决议 将政府开支延续一周 从而避免政府关闭 同时继续讨论 维持到本财年9月的长期预算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让大家来详细的报道 尼亚 好了 主持人 美国政府去年12月份 所通过的维持政府资金运转的临时决议 将在本周六 也就是4月29日过期 然而国会尚未对 本财年到9月份的预算达成任何共识 国会两党 国会两会今天 也就是本周五先后通过的决议 以维持预算到下周五 以避免本可能在下周一所发生的政府关闭 来看报道 国会众议院周四晚决定不将医疗保险改革议案 提上周五投票的日程 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政府运转一周的临时议案 为长期财政议案争取时间 这项议案已经于周五早上以382票超过半数的支持率 在众议院通过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本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国会和白宫正在对本财年到9月底 涉及到多于1万亿美金的预算进行协商 我们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白宫正在定期合作 确保我们能定出一个统一的议案 我们已经听取了白宫方面有关他们将怎么做的简报 基本上是一个长期的一致的路线 所以我们看到的进展 显示出我们在朝着一个方向走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显示 据几位国会知情人说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试图在周四晚达成一项长期议案 但最终因一些与政策无关的分歧而无法完成 另一方面 国会参议院周五中午口头一致通过 最终将这份临时措施送去白宫签字 周五早上 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在一场有关政府 预算的新闻发布会上 批评川普总统执政以来 是违背诺言的一百天 就这一周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对川普总统这一百天执政 多么糟糕的比喻 混乱 无效 冲动 好像是接近这一百天结束的时候 总统突然意识到 他没有什么可展示的 所以他急于在建墙 医疗保险改革和税务改革 这三个方面做出进展 但是这种绝望的状态 只会比以前更加损害这三方面的努力 是的 鉴于政府关门的压力 川普总统在本周一对国会进行了让步 他暗示可能会推迟 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 边境墙修建的融资行动 潜在地为政府关门消除了一个症结 然而川普政府仍然是试图说服 国会的共和党籍议员 在本周对评价医疗法案的修正案进行投票 虽然面对白宫的压力 政府 国会已经表示 他们不会对这项法案 在本周五进行投票 主持人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间记者 尼亚的连线报道 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今年首季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是三年来最慢的 GDP按年率计算仅增长了0.7% 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不准备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通话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新法案 打击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人口贩卖活动 及其创造出来的现代奴役现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国务卿布勒森星期五说 美国不会排除对朝鲜未来侵略 做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 众议院资深议员透露 美国国防部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展开新的调查 美国国会周五通过了一项 维持一周的持续决议 避免政府关闭 同时继续商讨维持到本财年9月的长期预算 根据星期五政府公布的数据 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 仅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七 这是2014年以来最差的表现 经济疲软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增长乏力 企业库存尚未增加 有些指标显示 美国经济的前景要比GDP数字所显示的更好 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五 是十年来最低的 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也在提高 美国主要股指都接近历史最高点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路透社采访 谈到目前紧张的朝鲜核问题 美中关系 以及是否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通话 春博表示 他已经和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有关话题引起了台海两岸媒体的关注 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吟 为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江云 好的 乔战 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 他不想在北京似乎正在协助 遏制朝鲜之际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一起来听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问题是 我已经跟习主席建立起非常好的个人关系 我真的觉得他在尽全力 帮我们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此之前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期待能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 也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通电话 川普在采访中还赞扬习近平在阻止朝鲜 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经尽力 并表示他对习近平很了解 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现在干得令人难以思议 我不会想去做任何会为他添麻烦的事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 他打破了美国4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 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话 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很多人怀疑美中台关系在川普执政之后 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 但是川普后来在2月份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 他承诺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问题随后似乎不再是 美中关系的当务之急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 感谢向云带来的连线报道 华盛顿星期六又将迎来一场抗议示威 这次民众气候大游行 是反对美国总统川普 取消治理气候变化的行动 这场运动最初只有几位科学家参加 不过现在参加者众多 队伍中既有低收入的有色民众 又有大型企业的雇员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 发来的报道 这场运动起源于夏威夷 一座偏远山脉的顶端 科学家们上世纪1950和1960年代 就开始在那里测量空气中 二氧化碳升高的幅度了 优斯科学家联盟总裁肯尼斯·基梅尔说 那是一次预警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气温的变化 幅度虽然很小 但却惊人 他们开始将二氧化碳的增加 与气温的升高联系起来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二氧化碳增加与气温升高有关 但美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却激进丧失 这就是上星期举行科学游行的理由 街舞联盟执行主任哈维斯·塔特说 如果上星期的游行是为了科学 这星期的游行就是为了民众 从一场运动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时陷入了数字的纠缠 忽略了民众的感受 哈维斯·塔特说 贫困和弱势群体是气候变化的直接 也是最严重的受害者 塔塔里那句风袭来时 我们都目睹了那种规模的风暴 能够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从政府回应的方式来说 贫困人口 有色的穷人们是多么的无助 这就是街舞联盟和其他弱势维权组织 加盟加入反对气候变化阵营的理由 色拉俱乐部成员考虑 通过skype视频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运动已经超越了以往的环保组织的范畴 联盟过去几年来发展如此迅猛 工会加入了我们的谈判阵营 真是令人激动 有色变化和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民权团体 也加入了我们 星期六民众气候大游行的结盟伙伴组织将近一千 地区 州和国家的进步团体都有参加 金美尔说 参加的不光是权益组织 还有很多商业公司加入我们的阵营 他们可能关心这个地球的命运 购买很多可再生能源 做到自给自足 或者他们就是清洁能源公司 太阳能与风能产业雇佣了几十万人 上次民众气候大游行是2014年3月在纽约市举行的 当时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 川普总统就职以来 华盛顿爆发了一些大型的抗议活动 星期六的民众气候大游行将是最新的一次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 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方阿肯色州星期四晚上在原定日期八天之后 通过注射致死药物处决了第四名死刑犯 相请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斯威廉姆斯被判杀了四个人 但判他死刑只根据其中的一个案子 那就是他在1999年谋杀了塞斯尔·伯伦 伯伦的妻子吉尼说 他丈夫是在收拾自家花园的时候被害的 我丈夫不知道周围有人 他回到门前脱去血袜 正要进屋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了 他胸部中了一枪 背后六枪 受害者家属说 他们等待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 我们的司法系统判定这个人应被处以死刑 那就应当处决 阿肯色州当局计划在他们库存的药物 米达错伦过期之前 在四月份处决八名犯人 但是反对死刑的人强烈抗议 并要求法院干预 结果有四人的处决被暂停 阿肯色州星期一处决了两名犯人 在第一个人被刑刑之后 第二个犯人的律师向法官提出 对第一个犯人的刑刑方式感到担心 这为他们的客户赢得了短暂的延缓 在场的媒体见证人 由美联社的凯利吉塞尔 捷西和我都注意到 被刑刑者在十点二十五分时 有一瞬间扭曲的表情 这应该是在他停止呼吸之后 就像我说的 只是一点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痛苦造成的 阿肯色州司法部长 莱斯利·拉特赖吉说 被处决者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包括强奸殴打受害者 然后杀死他们 这些受害者家属等了几十年 才看到凶手终于被扶法 美国19个州都废除了死刑 但死刑在其他31个州是合法的 最近的民调显示 一半多的美国人赞成使用死刑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明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的4月29日 就是川普总统正式上任100天的日子了 在过去的这一周里 我们从移民政策 政治改革 经济政策 以及外交政策这几个方面 为您梳理和盘点了川普总统的白日政绩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邀请两位朋友到 演播室来一起来聊聊川普总统入主白宫 这一百天里还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两位朋友 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 刘平先生 欢迎刘平 谢谢 还有一位是美国政治评论员 史凯文先生 欢迎凯文 刘平凯文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们这一周不断地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政策 那么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 我们来谩谈一下川普这一百天 我还记得当时是川普当选总统的那个晚上 也就是开票日的当天 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特别节目吗 两位是嘉宾 所以说我们三个当时也在演播室里面 等于是共同见证这个开票的结果 我记得凯文在开票之前是跟我说 你已经把你的护照准备好了 如果今天晚上川普当选的话 你就要移民加拿大是吗 所以你现在这是从加拿大回来了吗 可以 我想过 但是没有真正的执行 所以那你反正也没去加拿大 你也留在美国 经历了这三个月一百天来看 真的有你想得那么糟吗 有 有那么糟 因为在白日当中 川普他对美国整个民主制度 确实做了一些 虽然不是说跟一些真正的 就极端独裁的国家比 不能说美国就变成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这个太夸张了 但是比美国之前几十年 有很多原则 川普已经开始持续几个月破坏 或者开始攻击 有些是不故意的攻击 有些是故意攻击 攻击一些传统的美国的原则 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些原则和机制 比如说媒体自由或者媒体的信任 媒体自由跟媒体的信任 只有一些关系 这不是川普总统这一百天内做的事情 他在我记得之前他在竞选的时候 其实当时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这样的话 对 我当时就很担心他会继续这样 我当时担心不是因为投票的原因 或者竞选的原因 他是因为真正的讨厌民主制度 他是因为比较爱面子 或者他是为了其他原因 不是为了国家好而竞选 我觉得也未尝是 并不一定是川普总统讨厌民主制度 因为他也是靠民选上任的一位总统 只不过说他可能在这个制度的运用方面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么刘平先生 你的对川普上任一百天 这个整体观感是怎样的 好的 凯文刚才讲了 川普总统和媒体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经常的处在这种紧张状态 但是我觉得因为做生意的人 中国人不是讲和气生财吗 但是你知道英国以前有过一次 这个也是皇室就说 这个媒体怎么老说坏的呢 那媒体就非常简单 我写好几件好的事情 你看谁会有兴趣 这个媒体又不是中宣部 干嘛都跟你讲好事 所以媒体本来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第四权 是一种持平的 要来这个制衡的 那对川普来讲 这个企业家要能够这个认识到 这个媒体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区别 或者这种对 不要讲对立了 制衡 是要花一份功夫的 我觉得川普慢慢做了一些调整的 他比较多一点的接受媒体的访问 比较少一点的在他的推特上来批评 我不是说这种事情会立刻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这个聪明者也 他就可以看这个情况的变化 而有所调整 所以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审时夺势 其实既然两位一开始就上来谈到这个媒体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谈谈媒体的问题 很多人说川普总统很可怜 他是一个真心没有蜜月期的这么一个总统 大部分的媒体对新上任的总统在头100天都是比较客气的 那奥巴巴总统就更是这样了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任是媒体 不能说所有的媒体 只能说比如川普总统经常指责了那几个媒体 CNN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这几个媒体 基本上一天好日子也没有给他过 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对他进行批评等等之类的 那么川普总统当时他那个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 也就是说媒体现在变成了美国的反对党 但是刚才其实这点我是同意刘平先生的 媒体本来就应该扮演这样的一个 不断地在质疑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为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 那是其他国家媒体做的事情 而不是美国媒体做的事情 但是反思一下想 为什么不给总统蜜月器呢 我想刚刚讨论川普之前 或者在上任之后 他对媒体说了什么东西 缺一点就要补充一点 他不只是说媒体是反对派 他说媒体是人民的敌人 美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要说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的美国总统 说那么极端的话 这个也是在1月份 不在2月份说了 对你说这种话 在上任之前也一直在破坏媒体 对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 媒体怎么可能会对你 而且在被当选之后 不是有三个月的时间 在那个期间 川普也不给媒体做采访 不给媒体采访 或者不会公开做一个媒体会 一个新闻会 我觉得这种这些习惯 是美国一些几十年来 一些对总统的要求跟期望 川普是故意不尊重的期望 媒体我觉得自然会 对他有点质疑 我觉得川普总统确实对媒体 是充满了不信任 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用推特的原因 因为这样他可以跟民众 直接的沟通 刘平先生你怎么看 所以你没注意到 川普其实变了很多 他自己也说 而且他很自豪 说他在调整自己 有了更大的弹性 有了更大的包容 但是他自己使用推特 这个时代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总让我想起 以前日本有一个首相 叫佐藤荣作 曾经是很长的时间 是日本战后 任期最长的首相 他有一次开记者会 大家都做好了 他进来了 进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平面媒体 统统请出去 在现场只留下广播电视 只留下电子媒体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直接诉求 不要经过你们的笔 来给我解释 或者就可能会歪曲了 所以你就想 那个是70年代的佐藤 到21世纪的川普 都会有这个顾虑 或者说有这个忧心 那其实媒体是不是真的都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呢 因为长久以来已经很不信任了 彼此不信任就继续的对质下去了 就出现了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要调整 这个所谓调整者也倒不是说双方就会怎么样的让步 而是说你可以改变你的作风 比方讲 川普现在就比较愿意和媒体有些接触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 就是川普在身边的那些人 过去和媒体是不但是对立 而且是这种敌视的人 他现在慢慢让他们走开了 像这个斯蒂班农 他现在已经不在国家区院会议的这个与会名单里面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这个人这个聪明啊 就不是说一百天里面就能够马线展现出来的 毕竟他过去没有君子没有公子的今天 他关心的是形象 他最关心的是形象 不只是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第一是他自己的形象 再来就是媒体跟人民对他整体的那个工作的形象 所以像凯乐院康威或者班农 他让他们下台 或者就有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 是因为跟媒体发生了一些冲突 还有一点我想回答 就是总体上为什么媒体质疑他 我觉得不只是因为他攻击媒体 是因为有一些 我回到我原来说的 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媒体很质疑他 一个是他利益冲突 第二个是他家族的关系 就是叫群带关系嘛 我们这个也是从未看到的一些总统的做法 到现在已经开始让他的孩子跟他的老公 做很多重要的工作 去中东地区做一些外交工作 让他们负责很多重要的工作 从此他们也没有停止投入 就是没有停止他们的商业关系 这些东西是媒体也理解 这个对民主制度是有危险的 库什纳还是把他的一部分的 这个经营的这个权力让渡了 自从他在进入白宫 要做这个他的顾问之后 其实他已经 库什纳本人 就是他的女婿 其实已经不在 他也没有卖掉 他不是卖掉 也做了一个 就是依然是不能够达到 一些像CNN这样的 这些媒体的这个 所谓的非常高的这个标准 那么刚才其实两位都提到 在对待这个媒体的态度上 他是多少还是有点变化 那么比如说爱面子这一点 他是完全没变化 竞选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这个当选了之后还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 川普总统在上任一百天之后 哪些变了哪些没变 那么除了刚才两位说的这些 还有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他比以前务实 比方说他健保这个事情之后 他就知道 哇 这个是很困难的 然后到今天不是讲 他说他没有想到 总统这个工作这么难做 这里面他还讲到 他说他没有想到 这个总统的这个工作量 是如此之大 对 他是这个是 刘萍先生说的是 他昨天在周四的时候 接受应该是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 说的真是听着 伤心闻者罗泪 说这个我很喜欢 我爱我以前的生活 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量 比以前要大很多 而且这个我现在也不能开车了 而且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谁能想到 当总统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包括他当时 刚才刘萍先生也提到了 说当时改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时候 他也在这说 谁知道原来这个医保 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能上任了之后 是有很多的意外 但是你相信他表面上的话吗 我自己不太相信 他撒谎率也是历史上最高的 所以他说的这话 也可能是一个形象的问题 他想让大家就觉得 他发现了 他有一些新的发现 你看我要改变 就像刘先生刚刚说的 就你看我一直在进步 我未来会做一个更好的总统 但是有可能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工作很难做 他也是聪明的人 他怎么可能觉得 健保是难做的 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 和真的是你要当总统 要来操刀解决这个事情 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凯文你注意到 他有什么变化 或者说是坚持了 他过去的一些原则 一个确实是他推特 他怎么使用推特 我觉得他减少了 在推特上直接攻击 但是还会用吧 他自己的一些做法 让我担心的做法 我觉得减少的部分不是很多 反而他上个月 就让他的孩子 他的家庭进入白宫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让人更担忧的 没有让我对他有更大的信任 所以凯文对于川普的 主要的担忧点 就是他的裙带关系 还有一些利益冲动 是我一开始 我回到我原来说的 是他慢慢破坏 我们民主制度 一些基本的原则 对我们今天 不会变成一个专制国家 但是美国人开始 长期接受我们原来 民主的一些基础 我们接受这些基础的变化 未来下一个人 可以做更大的一个 让我们做更大的让步 这是我最难心 是一个总体的一个 民主制度总体的一个看法 不是说他今天就 就开始破坏法司 那个司法局 对 没有那么极端 他也没有去攻击 就真正的让警察去抓记者 这种东西是 我希望不是未来的 但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我觉得凯文有点 这个是担心了 但是有点担心过了 为什么呢 法官就不执行总统的 这个决策 也就不执行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三权分立 是的 你没有看见川普 至少我们也不知道 川普采取什么样 开始监听他的电话 或者就开始查他过去的所得税 缴税的记录 川普自己的税 到现在也不公布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要不要担心 一个人会不会对我们 长久以来所建立的 这种制度 这种传统破坏 我们是从多方面的 要花一点时间去观察 当然100日之内 没有办法那么具体的 但是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 这个凯文也讲了 媒体对他的这种 非常尖锐的批评 他也只好 照我们中国人讲 摸摸鼻子就认了 然后过两天 人家来访问他 他还是得接受人家访问 也就是说 他大体上 他很不 可能真的是 很不喜欢某些事情 但是他知道 今天做了总统 你就必须接受这些事情 在这一件事上 我对他是给予肯定的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对川普要给予肯定 我觉得是要对美国的制度 给予肯定 当时的他这个两项 这个triple ban 就是履行禁令 被这个联邦级的法官 这个否决掉 不予执行了之后 其实很多人就在说 这其实反映出来的 就是三权分立 这种check and balance 这种制衡力量的 这个强大所在 是 但是我也同意 刘先生的说法 就是在这一点 确实川普没有进一步 用他的权力 去用一些体制外的方法 去攻击司法院 那个法院 我觉得这个确实 可以让我们有 更大一点的信任 但是在太多其他问题上 我觉得还没有 当然是百日之内 百日也那么短的时间 已经有那么多的 利益冲突 我还是很担心 明年会带来 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川普总统 并没有在破坏这个制度 反而是不断地 在被这个制度所改变 过去这一百天 我们看到川普 越来越像一个总统了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无论是在这个政策立场上 还是他这种 治国的思路理念上 包括在用人上 好像都越来越 越来越回归传统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 就真的他说话方式 一直会让我觉得 他不是很像一个总统 但是他的行为 可能有所改变 听其言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观其形 对 我倒是觉得说 我们从最新的事情来看 他刚刚 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接了蔡英文的电话 然后蔡英文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的电话 然后后来不是 他对一个中国政策 有所质疑 然后现在 这个前天蔡英文说 不排除再跟川普通电话 马上川普就讲 我现在跟习近平的关系 我现在跟中国的关系 这中间他也已经讲了 他美国还是继续 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姑且不论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他处理台湾这个议题的对错 我们不去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而是说很显然的是 这个平章刚才讲的 他学得很快 他调整得很快 他知道这些事情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你暂且可以缓一下的 什么是可以这个 姑且称之为调价还价的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 从知道叙利亚 使用这个生化武器 到他下令 以这个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 前后55个小时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然后你看他很坚决的说 这个要打击非法移民 然后你看美国 非法移民的数字 降得非常快 是这个最新的数字 比他上任之前的时候 降了72% 这个接不接纳移民 是另外一个议题 而是这个对于 管制这个非法移民 他这个事情 做得见急履急 所以我还同意平章讲的 他是在不断地调整 越来越像个总统 这不只是我们这么讲 美国媒体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他国内的政策 其实从一个 我们开始这个采访之前 也讨论过了 有很多指标 在很多承诺 他白日的承诺 103项承诺到目前是落实了6件 落实了很少 所以从一个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 他现在就有点失败 这个是一个对他的形象的打击 所以他开始在外国做很多行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独裁者 我用这个词不是说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独裁者 但是确实我们可以说 很多在其他国家 很多独裁者会用这个方式 再转移注意力 他发现了我炸一些地方 媒体会觉得我很像一个总统 我炸或者我威胁一个国家 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 很多美国人就会尊重我的权威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不好的 他如果国内一直失败 那他发现我只能在国外做这个事情 才能受欢迎 我们也应该担心 然后还要加一点 一个是最后一个就是 他对人权跟民主的公开的支持 刚看到对习近平有一些缓和 今天或者昨天抓了 或者判了李和平 人权律师 今天川普说什么 川普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他很爱中国人民 这个话他要么是完全不知道 不关心人权 不关心中国的人权 要么是不在乎了 这两个都应该让我们很担忧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 川普出于商人的一个这种 他做事的方式 就是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 来解决朝鲜问题 所以我现在可以 给你在贸易上让让步 然后甚至会说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不过是权益之计 那么这其实就是川普 整个执政风格当中 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种交易性的外交 或者包括他在内政上处理 比如说当时想要跟国会商讨 这个奥巴马一改的时候 也是一种交易性的 这样的一个商讨的风格 但是目前看来 好像不太奏效 而且很多人就像凯文说的 你这种交易性的外交 是一种短视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要 就是放弃一些 美国传统的这个 意识形态上的坚持 或者说是价值观的坚持 刘平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我想这个本来政治 就是所谓的give and take 这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很早就学到一个字 因为你所坚持的事情 第一个你觉得对 那可能是一个主观的 第二个你能不能够坚持下去 会不会因此而伤害到 其他方面对你来讲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做总统的时候 他本来就必须要有所的权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川普的 其实很多的人士都没有定位 习近平来的时候 陪这个跟习近平一起的 这些国务院的官员 都是代理的 只有国务卿 他不是代理的 那一直要具体落实到 很多和中国的一些 细节上的交往的时候 到这个助理国务卿 他还是带的 这个带就让 他推动很多政策 找不到一些足够的 给他的资商的资源 所以现在这样的看 一百天还不能够评判 一个总统是否成功 我们还是需要 未来在更长远的时间 轴上来看川普总统 如何去走他这个白宫之旅 那么非常感谢 刘萍和凯文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 所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 美国之音 好 接下来让我们放松一下 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 都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面包师傅们 制作了一张巨大的 发面油饼 这张油饼直径 为一百四十七厘米 组织者希望 这将是印度全国 最大的油饼 他们正在等待 印度出版物 立马记录的认可 人们对极致的追求 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在洛杉矶 举行了一场 特别的马拉松比赛 参赛者排好队 以慢动作跑步 这次慢动作马拉松 是为了宣传一部新电影 但刚好与世界各地的 马拉松比赛同步 因为表演慢动作马拉松 其实也相当累人 这个马拉松比赛 全程只有三百米 除了马拉松比赛 在泰国 农民们参加了 改装民用拖拉机的 年度赛车 这个拖拉机比赛 通常在即将到来的 农耕期间举行 驾驶着他们专门 加大了发动机功率的 拖拉机 农民成队比赛 农民们在拟硬的环境里 比赛拖拉机 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他们需要不同的驾驶技巧 在泰国农村的稻田里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 每天都依赖多用途 拖拉机来耕作 好 接下来我们请凡东宁 为您介绍周末海峡论坛的 节目内容 大家好 我是海峡论坛的 主持人凡东宁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 马上就要届满一百天了 就在川普总统执政 百日前夕 台湾总统蔡英文 公开表示他不排除再次 致电川普总统 并且套路可能向美国购买 F35战机 海峡论坛本周日要为您来解析 川普总统执政百日来的 美中台关系 请您准时收看 本周日晚九点到十点的 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官网 脸书 YouTube同步直播 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 今天美国观察的 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